Date Render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預設 你點擊的時候呢 他只會觸發這一個 那這個事件怎麼產生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預設我們是在屬性裡面 那如果說事件裡面我要產生這個Date Render 這部分的話你可以切到特別注意 切到這邊有個事件 事件裡面的話你可以再點擊這邊 就可以跑到這個Date Render裡面 那這個控制項呢 他的作用為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控制項 的話第一個就是他點兩下之後這個地方預設的內建的 是一個那個Selection Change 那也就是說呢我今天執行之後呢你點選 只要有 Change 你會發現他這個你點的地方他就會有一個 改變 那這個地方後面的屬性也會跟著改變 那比如說呢我今天呢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在裡面打一些 打一些東西 那我按一個比如說在這一天 Select點下去的時候呢 他就會把裡面的訊息 丟到底下來 比如這地方的話呢 我把 這一邊剛剛有 在上面這邊打的字呢 丟到這個Label裡面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我是在Select Select Change裡面去改變 那 另外還有一個事件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把這裡面比如說我打一些YYY好了 我今天希望呢 放到 16號的裡面 比如說有點像 當成是祭祀 的話 那我可以 在這個地方呢 再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說你們可以從這個 這個這個 這邊裡面找 這個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屬性裡面 在這個屬性裡面 預設是屬性 如果說你要跳出那個事件的話 記得就是 從屬性的地方 切過來 在這個地方找到這個叫 Day Render 的這個事件 它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這個事件上面點兩下之後的話 會跳到這個事件裡面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在這一個 裡面增加 比如說我16號裡面呢要 增加這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想要 在這邊做一個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有行事例 16號我有事情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打一個字 比如說我今天要到 16號 比如說我下個月 27號 比如說這一天 比如說我是 假設我今天 我那一天是到 呃 這個工訊處 比如說這個 這個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個 這個事情呢 加在這個這個這個 上面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打一個字 那 直接到27號 比如說點下去 哎 各位可以看到這工訊處就上去了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 把它當成一個 檢疫的形式 檢疫的形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它加上去這個動作 實際上就是透過那個 呃剛剛那個事件 叫 Dayvander的這個事件 那這裡面的話 處理哪些事情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特別注意 他加上去的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一個 Label Label Label